日前,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通过新一届特区政府架构重组方案,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任选李家超采纳现届特区政府提出的架构重组方案。 他表示,新一届特区政府架构将由现在的三思13局增至三思15局,增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分拆运输及房屋局为运输及物流局和房屋局,环境局扩大并改名为环境及生态局等。 对此,多位香港文化旅游从业者在接收中心社专访时对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表示支持。 蓝桂芳集团主席盛志文对记者表示,增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将会为香港带来切实的好处。 新的事情为香港人国际上的方式会更好。 所以我希望这些线子可以开明快领域, both中国和国际上, 我们可以再次获得香港的广泛性 为国际和地区的游客 所以我认为文化的文化 当然我们有新的西北卡洛 会非常好 这冬天我们也有城堡公园 当然为地区的 而且公园会很好 在香港粤海酒店董事总经理赵爽看来 成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恰逢其时 因大力提倡支持 他认为这对备受疫情冲击的酒店行业来说 是雪中送炭 更让整个文旅业界看到了曙光 政府应该大力投入更多的资源 去发展和推广文化体育与旅游业的发展 在制度上 我们希望能够有弹性 灵活 多方位的扶持 和全面的配套 其中文化和体育方面 更应该充分的利用好国家的资源 结合香港的实际情况 来全面的推动与发展 同时呢 广泛吸纳内地和世界的人才 融入到香港的发展当中 在香港除了四大产业支柱之外 现在有明显优势的产业呢 其中就有文化与创意产业 因此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可以进一步带动文化与创意产业 对推动香港的整体经济是有很大的帮助 针对政府架构重组方案中 将环境局扩大并改名为环境及生态局的内容 香港大唐有机生态员负责人梁志峰表示支持 他认为 保护生态环境对香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更关乎到香港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下届政府对他们大力推动一个生态的教育 或者将一些有关的部门扩大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全力支持 其实很多人都以为香港只是高楼大厦 其实大家看到这些地方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宝贵的资源 就视乎我们这代如何好好去保育它 去珍惜它们 那我们才有下一代 即是对下一代才能完成我们的责任